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借我爸妈来成立住 我爸妈不肯 说是怕给我添麻烦 我知道我爸妈是心疼我 赚钱不容易 我想着今后要努力赚大钱 好好孝敬我爸妈 我爸妈当初可是每天跑工厂加班加点 给我挣学费 他们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 我工作的第三个年头 在同事的介绍下 我还交了一个成立的男朋友 他比我大五岁 好多年了 也没有找到女朋友 我俩交往了半年就结婚了 其实婆婆当初看不上我 觉得我是村子里出来的 让他家没有面子 但考虑到我老公也找不到老婆 最后又只好妥协了 结婚之后 婆婆虽然有时候对我指手画脚的 但我都不在意这些 我想的就是要好好跟我老公过日子 不吵不闹 对婆婆能忍让就忍让 好在老公不嫌弃我 对我本般的宠爱 有时候觉得他妈做得过分了 还会指责他妈 我在公司里也批命地努力工作 就想着多赚一点钱 好让婆婆可以高看我一眼 不再让她觉得我给她家丢人了 后来我知道工资有福利安排了年终奖 还是一份大礼 有三万块钱 我就已经蓄事待发了 每天熬夜加班也动力十足 眼看要年底了 想着获得这三万块钱的奖金 就好好回家 请婆婆她们去吃饭 只可惜我老公被安排出差 除了才能回来 那只好先把这奖金赚了 然后再等老公回来一起庆祝 我摇紧牙关 认真完成公司最后的工作 自己也就顺理成章地 获得了那三万块钱的奖金 我心里早已经乐开了花 我开着自己银行卡上钱 增加了好多 心里美滋滋的 我想着自己过年 不能回家陪我爸妈 他们之前供我读书不容易 就拿出一万块钱转给我妈 就算是新年礼物 让他们想买什么就买点什么吧 我回家告诉婆婆 我得了两万块钱的奖金 我故意没有 把那一万块钱的事告诉婆婆 就是怕婆婆误会 没有想到婆婆去质问我 不是三万块钱吗 我听楼下大金的丫头说 她跟你同一个公司 说你得了三万块钱 我这时候才想起来 大金女儿跟我是同事 只不过没有在一个部门 我当时被吓得手足无措 在婆婆再三地追问下 我告诉她 我把钱给我妈了 婆婆听到后 整个人都要气得跳起来 说你这个吃力爬外的东西 你嫁到我家 就是我家的人了 你还拿那么多钱 给你娘家人 你什么心眼啊 妈 我是觉得自己 没有回家陪我爸妈 自己过意不去 就给他们赚点钱 你想回家陪他们是吧 那你回你们乡下过年吧 去陪你爸妈 你什么时候不把钱要回来 就别进这家门 婆婆边说边赶我出来 我不敢打电话给老公 我怕她在那边干着急 我也不敢回我爸妈那里 我怎么还好意思 把钱要回来呢 最后我在街上 漫无目的地走着 边走边整理次序 后来越想越生气 我给我爸妈钱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婆婆是在不高兴什么啊 我爸妈辛苦养我 生我 而婆婆呢 捡了县城的还不满足 我还得寸进尺 此刻我赶紧往回走 到家门口 我敲了敲门 婆婆一开门 我立马跟她说 我爸妈辛苦养我不容易 我给他们钱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没有生过我 没有养过我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钱呢 如果你不让我进家门的话 我就和你儿子搬出去住 以后都不会回来了 婆婆听了后 吓得把门打开 让我进去 我一进屋 就直接进房间了 之后我也没有搭理她 但剩下的两万 也没有给她 老公回来后 就感觉到家里的气氛 怪怪的 问过也什么也不说 之后老公去问婆婆 婆婆在那里 吱吱呜呜的 半天还没说清楚 最后直接就哭了出来 边哭边说 我错了 当时我也是一时口顺 谁知道就说出来了 老公知道后 也说婆婆 妈 你怎么这样的 她给她爸妈不正常吗 那也是我爸妈 如果她真的不孝顺 早就把你赶出去了 哪会这样子啊 婆婆也是 哭得更厉害了 见状老公也劝我理解一下 看着婆婆的样子 我也心软了 之后家里的钱什么的 婆婆直接都交给了我管 有时老公做错了 还不带我说 婆婆就开始 妈开她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你的分享